Hobby Game Hello 大家好 Hobby Game的MS 今天和大家做一個PlayStation4的遊戲限定版開箱 遊戲是在地下城尋求蟹後是否搞錯了什麼 無限戰鬥的限定版 這遊戲是一套同名的動畫改編 亦是一款RPG遊戲 是由一間MAGES公司推出 如果大家有看這套動畫都知道 都是後宮式RPG遊戲 首先讓大家看到封面 封面很有趣 寫著有English Version 其實這款是中文版 應該是英文和中文同時間都收錄 現在我們先拆開 因為它是用熱縮膠包的關係 我們預先撕開膠袋 先撕開 封面很有趣 是還到的 但是背後就是一個直到的畫面 設計 大家都看到有很多女類 剛才所說的是後宮式RPG 挺有趣的 它是動作RPG 我先拆開它來看看有什麼 由於是中文版的關係 我不知道日文版是否一樣 日文版一早就出來了 但是中文版是最近才出的 大家可以看到有一個極遊戲 遊戲很明顯是英文版本 亦都是有一個叫做眼卡紙 一個外套鋪著一隻白碟 對了 首先放開一邊 然後就是Soundtrack Soundtrack 很普遍現在很多遊戲都會送上Soundtrack 因為很難說特別獨立出一隻Soundtrack 所以限定版多數都會附送遊戲下的Soundtrack 這裏就寫得不明是Original Soundtrack 就不是迷你那些 因為如果迷你 可能會騙外有新的Soundtrack 好了 還有什麼呢 你看到好像霸雪雪沒有東西 其實呢 好了 打開 拿開它 很明顯就是 大家其實都是 每一套限定版都會有的 就是Art Book 這個Art Book 感覺上都蠻豪華 蠻漂亮 就是用一個牙面來印製的 打開裡面看看 有目錄 有些角色介紹 基本教學 相信大家都認識這裏的角色 如果有看這套的話 有少少遊戲的簡介 就是它一些系統都有教 基本上比說明書更加豐富 因為它有很多不同的 有些避人的資料 都蠻好的 蠻實用的 反而這本 有Art 啦 這些Art 啦 很實用 除了有Art 之外 其實都有很多一些 比較給大家看 即是參考得到的資料 算是不錯的 這個就是在地下城尋求蟹後 是否搞錯了什麼的 遊戲限定版開箱 雖然不是特別多 不過一直以來 日本的遊戲限定版 大部份都是 一隻Soundtrack 一家一個Art Book 還有遊戲的 遊戲就很簡單 現在這個封面就說是日版 可以拆開這個 看看先 我們就拆開這個 因為我們都會 做一下這個遊戲的介紹 可以看看裡面的遊戲是怎樣 我先拆一拆給大家看看 嘩 拆得很實 首先呢 我先拆開這個 我們再拆開這個 好了 看到了 其實呢 封面就是一個中文版 當然如果大家不玩中文的時候 就可以選用英文版的套套 都OK啦 應該是中英文合版 所以呢 如果是喜歡這套動畫的朋友 不妨去想想 因為其實是值得玩的 因為我自己覺得 其實通常都是這樣 喜歡那個作品的時候 有這個Soundtrack和Art Book 已經是很好 而這次的Art Book 的確很特別 有一些遊戲裡面的資料 我覺得都幾實用 就不是單純 是看插畫 都OK啦 好了 今天呢 我們的限定版開箱 就來到這裡了 我們遲些再開其他遊戲限定版 今天就來到這裡 下次再見 拜拜